好 接着现在看到欢迎宪环保局 在环保科技园区厨鱼堆肥厂 以加户厨鱼制成肥料 品质是获得农委会认可 并且取得核发肥料的登记证 秘密为回篮好肥牌 好用有机质肥料 将加户厨鱼转换成肥料 不仅仅是增加了厨鱼的去化管道 同时配合中央非洲猪瘟防疫的政策 全面防堵非洲猪瘟疫情 花铃县环境保护局表示 利用凤林环保科技研区 厨鱼堆肥厂处理 而且有机质肥料制造过程中 无添加任何的人工化学物质 经由天然的菌种发酵俯熟 可适用于一般的家庭园艺花圃 透过分选、沥水、粉碎、挤压、搅拌 加入菌种让厨鱼可以在24小时内 快速的腐熟、发酵 制成后具有改善土壤 以及养分的产品 跟环保署争取这个高效能 发酵的厨鱼处理系统 那所以从108年大概12月开始 就正式的启用 那到我们今年呢 因为其实发现 其实我们厨鱼做成的这个 之前是称作土壤改良剂 那每季化验 其实成分都蛮稳定的 所以我们就争取跟农委会 申请这个肥料登基证 大概在今年2月底的时候 农委会这边有核发肥料登基证 那我们也是秉着就是 回馈乡亲的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都无偿提供给 我们乡亲 不管是农民 或者是社区 或者是产销班 如果都想要运用的话 都可以来跟我们领取 环境保护局 呼吁民众遵守绿色隐私 好习惯 除以回收注意减量 记者凌桀 花令市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